你過來 自己先寫 來 放開上是我交的那一張拿出來 來 左半面那個球平方根的那裡 每一個黑點都要有座標喔 佑森我就有看到你沒寫了 先把左半面的球平方根完成 每一個點都要有座標 我上次第四小題剛講完 請你先把第四小題完成 每一個點都要有座標 你那個這裡二這裡五中間二分之七對不對 那這裡二分之七所以這裡二分之七 可是這個不是負二喔 你對它是接近負二沒有錯 可是它真正的不是負二 它是可以算的 也不是根號二分之七想清楚 想一下 先把這一面想清楚 這兩個沉起來等於零 你這邊這個不知道 我透過它知道這個要寫零 所以我就知道X是零 你這邊的寫法是錯的 這裡對最後這裡寫錯 寫的很好 寫的很好繼續 但是你缺點坐標 點坐標要寫上去 這兩個三層等於五 所以你知道這邊要回去填根號對不對 負根號也可以對不對 所以X的答案可以是正根號也可以負根號 這裡也是一樣的道理 這兩個乘起來等於零 我們透過零回填 空格要填多少 根號零就是零 對不對 填上去 那不就再告訴我X就是零嗎 然後這一個X平方等於負 把零化掉改成負 因為我那時候打字打錯了 他要算X平方等於負的解對不對 那這個函數就是這一個 如果等於五的話是這一條線 對不對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我們發現可以有交兩個點 所以我回去找得到根號 我跟負根號對不對 那如果他要的是負五的話 他會是這一條線對不對 那他的圖形往上畫 往下打不到 畫上去 往下碰不到 畫下去 往下畫 碰不到 因為他圖形是往上的 寫三個字 碰不到 所以 因為他是負五的關係 你圖形往上畫 X平方是往上畫 可是他要的是負五對不對 他不可能碰得到他 兩個乘起來要等於負五 我找不到一個數字乘起來會等於負五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說他五解 你們都缺圖形的焦點坐標 你們只有解出來 你們還缺圖形的焦點坐標 碰不到這一整個是由上往下 不一定是從領這個點 不是 因為他圖形是往上畫 圖形往上畫 我下不去 他圖形是往上我下不去 你圖形上面都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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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標寫出來 缺坐標 等一下 不准跳蹄 這邊先解決 這邊先解決 不要跳蹄 腳不要放出來 腳不要出來 因為這樣很沒有禮貌 兩隻腳都放進去 你這樣很容易會讓人家跌倒 頭抬起來 頭抬起來 你的腳只能夠放在你的桌子裡面 眼睛看著我 眼睛看著我 懂嗎 懂嗎 記得喔 老師這不合理 哪裡不合理 圖不合理 圖不合理 按這不合理 他已經超過了 你好像還不知道要怎麼算 那我看老闆確實帶進去 還多 你帶進去哪裡 這裡要算 這裡要算 二分之幾減掉二多少 二分之三 這裡呢 乘起來呢 乘起來呢 四分之九 四分之九相當於是二又四分之一 對啊 他在負荷再往下一點點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我看一下 好 繼續 四個點都要有坐標 黑點的都要有坐標 不是零三 這個是三豆點零 不是零三 在三的時候 在三的時候 你剛好都寫相反的 這個是零 在根號五的地方 他打到高度等於零 所以根號五的時候等於零 這個點代表的是 在根號五的時候 他打的高度 可以打到五這個高度 先講X才講高度 先講X的刻度才講高度 懂嗎 你下面這邊全部寫反 這個也寫反 所以這個刻度是什麼 這個 對 這個 這是根號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點坐標 不是從三開始往右嗎 所以他的位 這個刻度 就會是三再加根號 對不對 所以這個刻度是三加根號 所以三加根號的刻度 這個點的刻度是三加根號 對不對 然後這個點的高度是零 就跟這個一樣 這個點在三對不對 可是他高度是零 所以叫三豆點零 那這個點要怎麼寫 從三往右 三加 往這邊是加 往這邊是減 三加根號 這個點是三減根號 然後還有這兩個點要寫 圖形上的點坐標沒有寫 圖形上的點坐標沒有寫 基本上這裡我會先寫 這兩個不知道乘起來等於零 我第一个的想法不会是三减三 三减三已经是比较高阶的写法了 可是你第一个想法应该不是它 你第一个想法是要让它变零 所以你第一个想法应该是写零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三减三会变零 所以知道也开始等于三 所以这个空格应该是先填零 因为我透过零 我知道这两个空格要填零 我知道它必须是零 所以我要拿三来扣才可以 所以答案是三 所以这两个空格应该填零才对 刻度要出来 这个点的刻度叫做根号度点零 的意思是说 我的刻度在根号的时候高度等于零 所以你这里漏掉了一个刻度 刻度是三加根号对不对 它的高度等于零 所以后面要豆点零 它在这个点的位置 这个点的位置 你只有写出它的刻度 它的高度你没有讲出来 这个就有完整的写 知道吗 根号你直接用零表示就好 你这个答案也是错的 你过来 这两个层起来要等于5 所以你回头要根号对不对 不然就附根号对不对 可是它讲的是X扣掉3之后才是它呢 所以X怎么还会是根号呢 扣掉3之后才是它呢 我透过5我知道根号对不对 可是这个答案就是它不是吗 知道这两个是相等的嘛 可是它是用X扣掉我之后才变根号我的呢 扣掉之后才是根号 所以还没扣之前是什么 这里的答案不会是正负根号 应该要写什么 这个叫做X-3等于 我先不要看负号 X-3等于根号对不对 X-3等于根号你写出来 你要加油 来 我再讲一次 这个我上次讲 好来 看我这里 第四题 我上次有讲过 可是你们回去没有马上写 所以你们多数人都写的不好 学东西是这样 就是 这个 很不想念你的这些东西 因为念了就会 看我这里 还有另外档案叫做负更号5 可是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本来不知道东西变质到了 所以X扣掉3 本来不知道的东西现在变质到了 它可以是正负更号5 OK吗 然后这个是扣掉3之后才会变成它 所以没有扣之前不就要加回来吗 对不对 没有扣之前代表比较多嘛 所以说要加回来 那通常我们会这样子写 把3写到前面去就变成3 加减更号 所以这个空格的答案 扣掉3之后可以变更号跟负更号 所以还没扣之前要把3加回来 所以这个数字会等于3加减更号 你们还有一些人这个答案是错的 先把它填对 我再来讲图形 先把它填对 先把第四题不用多 扎扎实实的学好就好 先把第四题的空格填对 先把第四题的空格填对 再来 再来 X-3的平方的图形 来看我这里 写好了吗 还没好没有关系我会等你 好 这个的图形跟这个图形一模一样 画法一样 只是它的时间点不一样 它时间有经过调整 它有经过调整 对不对 它扣掉3之后才可以算平方嘛 才会算对 它扣掉3之后才会算出一样的答案 所以它图形必须要在3的地方 所以你看你的图 请你眼睛看你的图 它是从上的地方开始画 它是从上的地方开始往上画 加宇知道我在说什么 它是从3的地方开始往上画 画的方法很简单 平方 这个多少 然后就平方就等于它 这个变化多少 然后就平方 变化多少就平方 画的方法跟它一样 好 然后它在问什么呢 所以这个的图形代表的是 X-3的平方的图形 它想要问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算出来会等于5 所以你看到我的图形上 多了什么东西 我的图形上有一个东西 我还没有画的 它要算这个函数 什么时候会等于5 对不对 东森看我这里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 你会看到这边不是画了一条吗 这条从哪里画出来的 这条从哪里画出来 从5那一个 5不可能在这里 对了是在这里 0在这里对不对 你会看到我这边是通过5 然后切过去 懂意思吗 有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明镜有跟上吗 好 我通过5切过去 对不对 所以有答案对不对 因为它碰两根嘛 这一种高度的 我的函数 这一种高度的有两个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高度呢 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高度呢 这个刻度到底是多少呢 这个刻度到底是多少呢 我当初上去是平方 下来我就怎样 开根号 所以你会算出根号 算法就是跟这个一样 他的平方等于5 所以透过5 透过5开根号回去 算法是一样的哦 你要想办法做连结 这两个乘巧等于5 我透过5开根号回去 这边你算出来的根号 就是图形上的这一段 这一段也是根号 为什么会一加一减 因为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所以这个刻度 这个刻度叫做什么呢 从3往右 所以3加根号 可是因为它这个点是在 这个点是在地面上 所以它高度等于0 这个坐标呢 从3往左边 3减根号 高度一样是在地面上 所以是0 上面这个点呢 上面这个点代表 意思是说我这个图形 当我的刻度是它的时候 我带进去 当我的刻度是这个的时候 我带进去 我带进去我的函数 3加根号带进去 3加根号 再扣掉3不就剩下根号而已吗 3加根号带进去 3加根号 3加根号再扣掉3不就剩下根号而已 平方就刚好是5 有看到吗 好 所以这个 这个图形上的这个点 是在你用3加根号带进去的时候 可以得到一个5的高度 刚好在图形上 然后这个呢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3加根号带进去 3加根号带进去 带进去这个图形带进去 3加根号带进去 一样会把3扣掉 只剩下负根号 所以这边一样的道理 你把你不知道你什么样的数字扣掉 3之后就会变根号或负根号 平方之后才会变根号 平方之后才会变5 好 所以当你把这个带进去的时候 你把它扣掉3就得到负根号 负根号平方还是5 所以你用3加根号5 跟用3减根号5 都会打到5这个高度 请把这四个点的座标写上去 这个点的座标呢会写什么 这个点的座标非常重要 它在3度点0 我要确定看到你们每个人 都把座标写上去 这一题先写好 然后往下写 不准跳题 整个这一面全部完成之后 才可以进行右半面 你前面的座标通通都没有写 先把这一题完成再往前补 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抄东西很容易 学东西才是真正在学东西 你要用学东西的想法 在写东西 你要练习看懂之后写 你写得非常好 你可以开始写这一面 你如果像薄叶一样让我检查 左半面没有问题 你才可以进行右半面 这个点座标是什么 这个点座标是什么 写上去 还有 为什么它会无解我的图形往上化 它不可能会打到负 我的图形是x平方 对不对 它要的是负 你也没有改题目 同学 小小字 如果它是零零怎么会无解 写上去三个字碰不到 你也是一样 你也没有写 它就有写 来给它们看一下 第三题 图形往上化 所以它打不到 所以才无解 不会有这个答案 两个乘起来等于负 我这个图形 x平方的图在这里 负在这里 我图形往上化 怎么可能会打到这里呢 这个的图形算出来 你看你也一样 这里要改成负 自己改 这个x平方的图在这里 负在这里 所以x平方有可能打到负吗 x平方的图在往上化 它怎么可能会碰到下面这条呢 所以从图形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碰不到 写上去三个字 碰不到 碰不到就没答案 你根本没办法写答案 你写这个是 没错 来 负根号5乘以根号5 真的是负 负根号5乘以根号5 真的是负 可是 这两个要一模一样 因为它是x乘以x 这两个要相同 你现在写的这两个答案是不相同的 如果你可以写出答案 你还可以写5解吗 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个要擦掉 你还没有写完 这个是错的 你看一下你要怎么写 空格是错的 我不可能从我 我这边填x加3乘以x加等于它 我怎么可能会要求你再重写一次呢 你看一下前面怎么写 那一题就怎么写 然后请你把焦点坐标 你解的不错 焦点坐标 焦点坐标都要有 好你这个解的很漂亮 焦点焦点 这个黑点黑点都要写 如果我要你写x-3乘以x-3 我上面你这行不就跟这行一模一样的吗 我怎么可能会要你写x-3呢 你回来看前面的题目 把前面看懂再来看它 前面看懂因为你填错了 想一下 那个 根号二分之五要化简 还有 你那个点坐标 这四个点坐标五个 五个黑点都要写坐标 等一下喔 把坐标补上去 根号二分之五要化简 你也是一样 根号二分之五要化简 写的不错 怎么啦 因为你算错了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是你算错了 这个都算 这个不是四分之四十九 没有那么可怕 四分之九吧 对是四分之九 四分之负九 对四分之负九 等一下喔 你不是拿二分之七去平方喔 不是喔 不是直接拿科度 二分之七是科度 二分之七是科度 好 我们讲的是 这个跟这个的关系 长度跟长度的关系 这个平方等于它 不是科度平方等于它 不是喔 是这个的变化 得到这个的平方变化 这个的变化由这一段的平方来表现 懂吗 你要从一开始来改 等一下喔 你自己对一下 就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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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号二分之五可以化简 化简一下 你写得很好 跟号二分之五 跟号二分之五 我们不会写跟号二分之五 懂吗 那你这里没有加乎啊 不是啦 你以为我错了 谢谢你 帮我改一下 老辞 往重 last 后 还 organizers 刚 的人 教训 友 好来看那边我再讲一下 大部分人都有写出来 但是还是有人有问题 偏偏我在讲的时候有问题的 反正没有看我就很麻烦 来看我这里 你们要注意有些人 为什么他会考得好 为什么他会学得好 因为他们真的很专心 就算我教的是他们已经会的东西 他们还是继续努力的专心听 可是我明明现在教给你们 还不太清楚的人听 你们反而却没有在听 好 这个的平方等于零 所以我可以把它转化成 这个乘以这个等于零 对不对 接下来我不可能会请你 再把它填一次 OK吗 因为我怎么可能会希望你这两个填一模一样的东西呢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 我要透过这个 我要透过这个回去填 对不对 因为这个知道 我可以透过知道的去算 哈啰 我透过知道的去算出不知道的 我透过知道的去算出不知道的 这里零 所以那个空格要填多少 等一下 要填多少 三是错的 三乘以三怎么会零呢 三乘以三怎么会零呢 田 瑞 桥 三乘以三怎么会等于零呢 好 不是 因为他已经算太快了 他知道答案是三 算太快了 看我这里 慢慢来就好 两个乘起来等于零 从零回去 从零回去谁乘起会等于零 一乘零 不需要再写更号零 不需要写更号零 因为你知道零乘以零就会变零 为什么一定要写零乘以零呢 因为我知道 X-3跟X-3要相等 可以吗 接下来你透过零得到这个之后 接下来就变成X-3 注意看喔 上下对照看 本来X-3不知道 可是现在便知道喔 X-3对到零不是吗 所以X-3如果想要变成零 零才有刚刚田内桥讲的答案 因为3扣3才会零 所以X会等于3 所以你的图形 你的图形是从3开始往上化 对不对 然后他要问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函数图形什么时候会打到零 高度零在这里 所以在3的时候 在3的时候会打到高度零 你这个点要把座标写上去 先把这一题完成 先把这一题完成 我在等某些同学你要跟上 先把这一题完成 品硕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品硕有跟上吗 你都写好了吗 到第五题你都写好了吗 包含点坐标 好 再来第六题 第六题他的问法是 这边是-5 好 那就有同学这样子写 看这版 他这样子写错在哪里 刚刚我有讲过了不要讲 房东生看我这里 他这样子写错在哪里 对这两个要一模一样 对不对 虽然-5×5真的是-5 可是他要求x-3 这里也是x-3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数字应该一模一样 你不能用两个不同的数字 插一个负号也不行 他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好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图形上 我的图形上多了一条线 在哪一条线 复的地方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复 对不对 穿过来 对不对 你的图形 这个代表的是x-3平方的图形 你的图形一直在往上化不是吗 对 你怎么可能往下打得到呢 因为他是在往上嘛 请你每一个人我都要检查你这一个 然后写上三个字 碰不到 因为你的图形在往上 所以你往上不可能往下摘 碰不到 所以吴姐 根本不可能 你坐附近的人麻烦你帮我检查你附近的人 他是不是都有完成 尤其是某些人 比如说品硕啦 品源啦 明镜啦 忠祐啦 永勋啦 你就坐在附近 请你帮忙互相注意一下 我刚刚点到的这些人 这个都没有给我写喔 上个礼拜我教过的 你都没有给我写喔 不可以有缺漏 你都完成了吗 没有 我想说 这个x-10带进去 大家会等一会 如果x-10带进去 所以算是的话 大家会等 x-10带这一个 算出来一定是这一个 我错了 忘了改了 这个才对 这个才对 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的答案一定会一样 因为我那边算错了 那怎么这也是8 这也是9 应该是8不是16 应该是8不是16 你的答案跟我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自己先看一下 好 来 最后一题 你最后一题有写出来的举手 最后一题 第七小题 放下 它是 第七小题 它是两倍的 两倍的它会等于 两倍的它会等于5 来 先看黑板 先看我这里 你如果从第一题一直写到第七题 你马上应该就要跟我讲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七题 第七题跟其他题目特别在哪里 哦 它的那个分数在这边 呃 前面多了一个两倍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它画的图形跟前面都不一样的 对 它画的图形跟前面不一样在哪里 他画的图形跟前面不一样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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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上升速度比较快 请你写上去 上升速度两倍快 他说我啊 好 本来是这样的上升 它现在变成是这样的上升 他要两倍快啊 有 你可以看 嗯 本来上升的速度是这样 变成 这样 所以图形上升速度是这一个的两倍快 因为它有两倍 可以吗 好 所以你的图形你光看你就会看到你的图形比较 比较抖 它比较抖 讲比较抖比比较 比尖还要 尖是从这里看得出来 但是它是因为抖导致尖 所以你讲抖会比尖还要好 好 它穿透哪里 穿透哪里 穿透 这里是谁 对 这里是谁 三 三 我这个是加三对不对 对 所以它要加三才可以回到原点对不对 它加三才可以回到原点所以它应该在哪里 它应该在负三的地方 可以吗 所以这个点是负三斗点零 因为这个是地面 这是地面 好你的图形比较抖 然后呢 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在做什么事情本来有两倍对不对 两倍不见了 所以相当于是相当于是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本来两倍是这个图对不对 你把它除以二就变这个图了 了解在讲什么吗 好 但是我图形还是呈现原本的图 因为这个原本的图对你来讲很重要 好 所以你把它除以二的时候 平方之后两倍才会等于5 对不对 所以你把它除以二这边就变一半而已吗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变成是在算 变成是在算 这个 这个 等一下 这个我先放着 我这样讲有点小乱 好 所以这个是二分之五 求一下控制要填多少 想法跟前面一样 这个知道了 这两个就可以知道 因为我可以透过什么 开根号回去 对不对 所以答案就是 根号二分之五 可是我们知道它可以正也可以负 了解意思吗 有两组答案 有两组答案 正的配正的负的负负的 所以通常我不会这样子写 我知道我留给你的格子很小 我会分开写 根号二分之五 配根号二分之五 负根号二分之五 要配负根号二分之五 它绝对不可以它配它 两个数字一定要一样 哈啰 好 好 再来 本来不知道了 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现在这个不知道了 就变知道了 不是吗 所以想法是一样 所以x加三 我已经知道答案等于正负根号二分之五了 对不对 所以加三之后才会是它嘛 那不要加就好了 减三加减根号二分之五 但是 根号二分之五还可以转换成什么 根号二分之根号五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再把它 它 扩分 就会变到什么 二分之根号四 所以这个 你还要再把它转成 -3 加减 二分之根号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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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们两个不是它不专心就是你不专心 对嘛 八分之四十九是对的嘛 对 好你都对过都定正了吗 都对过了 确定 点座标都写了 好你可以开始写那个右拌面 你是太没了吗 对啊 为什么我讲东西你很无聊 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先写啊 因为我来不及检查你的可以先写 你太乖了 好接下来看好这边我画看一下它的图形 二括号X加3的平方等于五我画给你的图形是这个的图所以你会看到你的图比较陡 然后它是穿透3的地方 这个的图是两倍X加3的平方的图 所以你看起来图会比较陡 这本来看起来图在眼中的图形是一样的 女孩一样的图形是一个图形的图形 女孩一样的图形是一个图形 你不可以和牠家的图形是一个图形 是一个图形的图形 我的图形是一个图形是一个图形的图形